我们孩子了解欣赏 跟真正的爱情是不同的 但是他欣赏的时候 他敢不敢回家跟你讲呢 我们的制作单位录了一段VCR 我们来看一下 先看爸妈会不会生气吧 终身大事要如果真的谈恋爱的话 如果要结婚的话 还是要经过爸妈的同意 应该会 这样子跟爸妈讲 他如果知道我们谈恋爱 应该会很生气 有时候我心情好 就会跟爸妈讲 有时候就隐瞒 被发现的话 应该会很惨 我或许会带那个人去我们家看 不然我妈就会脆脆念 我觉得随时都可以讲啊 里面有一个答案我最不满意 就是他说如果不跟我爸妈讲的话 被发现被骂 我觉得如果我的孩子是因为怕被我骂 不敢跟我讲 那是我的问题了 我应该让你很敢跟我讲 对不对 我一定不会骂你的 我应该会暗中把你做掉 不是啦 对方吧 对方 不过因为通常他第一次要跟你讲这件事情之前 他没有讲 他其实他是想象的 他觉得你会生气 对 那大部分其实都是我们的反应太大 对 某一些对某些事情的反应太大 对 让他预期这件事情讲了的时候你会生气 对 不见得真的我们会生气 对 对啊 所以可能应该是从之前一开始 我们在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 我们在表达我们的情绪的那个反应的时候 其实就有点要稍微去克制一下 让他比较flow比较顺一点 对 你觉得小孩这个有欣赏的对象的时候 是喜欢跟妈妈讲还是跟爸爸讲 在我们家的话一定是先跟妈妈讲 然后也会担心爸爸生气 对 那那时候妈妈就要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对 所以这时候我就会告诉他说 其实爸爸不会是这样想的 然后我很高兴你告诉我这样子 然后我们也很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一起讨论 像是男生喜欢女生一定会对女生很好 这个一定是无庸置疑 可是我们还可以提供他一个角度 就是他怎么对待他的家人 他怎么对待他的朋友 对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价值观的一个讨论 那并没有什么对什么错 对 那万一我们已经听到了一件 你觉得这个不应该在这个年纪要发生的事情 那怎么办 我们非得还是得出手啊 是吧 老师的角色 家长真的很重要 家长在对于孩子这种情感教育 其实从小就要开始 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父母亲的榜样 父母亲的相爱 会让他看到他以后怎么样选择另外一半 跟他要怎么样被对待 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其实在亲子关系的时候 可以就开始聊 当初为什么爸爸会选择妈妈 妈妈为什么选择爸爸 对那一定是有一些条件 所以我觉得孩子他会影响到他未来选择的一个标准 所以当孩子遇到这样子关系的抉择的时候 他就会有所本 而这个时候爸妈妈其实也要信任他 对就是爸妈妈相信你会做有智慧的决定 对 那所以当刚才华医师讲 遇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前面预防这种事好了 对那你就要告诉他说 你知道爸妈妈的立场是什么 我相信你会做聪明的决定 这很难 所以又要讲 但是又不要让他变得说教 对 很困难 很困难 又要让这个部分成为他自己的价值观 懂得保护他自己 因为真的你禁止不了 禁止不了 你跟他想说不可以 他还是用另外一个方式跟他在一起 对 有没有什么怪招 就比如说找一个可信任的叔叔阿阿姨阿 别人去跟他讲 其实我以前在青春期的时候 如果是别人来跟我讲 我觉得好像效果比自己爸妈妈妈讲还有效 其实我们有时候在跟这样的孩子沟通的时候 我们也会发现说 孩子其实知道 那只是他没有把他知道 跟他要做的这件事情 他做了一个连结 那我们其实就是中间那个桥梁 让他知道说 其实爸爸妈妈很爱你 爸爸妈妈也告诉过你 其实你也认同这是对的观念 那其实用不着赌气 或者是因为其他的一些原因 你就刻意地不去做这些事情 是 青春期以后大概你就是 有点像朋友的关系了 那你怎么样能够把持住 让孩子能够跟你的沟通再度连上 我觉得这个是比刚才讲到说 到底讲了会被骂或不被骂 这个还更重要 那最后就是如果你真的连不上 你的孩子跟你沟通 其实常常断掉了 你已经讲了 可是他其实就是完全没有打算 要尊重你的时候 第三者我觉得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好不好 所以如果你的孩子在小五小六 跟你说还有心仿对象的时候 先不要着急 先打开耳朵听 那么希望你今天这一集的 从头到尾对爱情的懂或不懂 还有依附关系 还有我们亲密关系的建立 等等等等这些内容 都能够成为你以后跟孩子 聊爱情的一些材料 一些素材 也成为你自己生命当中 建立亲密关系的一些指标 好不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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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